來 大家看一下圖片 這上面有一張圖 有一張圖 來 又看看是誰人的 看過沒有 有看到這百圖嗎 過去過去 有看到嗎 最近不是有那小孩子去參觀什麼打分析展 啊 手這樣 你知道這個新聞嗎 不小心跌倒啊 手去戳到 一百圖 一戳就破了 不小心 但是戳出很多問題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我要講這個 欸 猜猜看這是什麼時候畫的 哪個年代的 一百年前還是兩百年前還是五百年前還是五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圖 你看看 你們就是這樣光是看他 覺得大概是什麼時代的人畫 五十年多久以前 來 來 認為差不多 最近畫的 請舉手 最近的人畫 認為五十年前的人畫的 請給他手 一百年前的請給他手 一百年前的請給他手 兩百年前的人 五百年前的人請給他手 沒有那麼苦 沒有那麼苦 首先油畫這個東西就是很新的 沒彩 不會很 差不多幾百年 上千年我是沒有啦 我沒有這個印象 上千年 嗯 對 好 才一百多年前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人叫做 Picaso 有沒有聽過 帆古 有 都聽過齁 不要聽到誰說 我還要介紹一下帆古 帆古 Picaso有聽到嗎 有齁 有沒有聽過Picaso的 帆古比Picaso 就稍微比較...差不多那個時代 凡谷畫向日葵嘛 皮卡索是畫的比較抽象的 凡谷就是... 這個荷蘭的藝術家 我來把橫子抖起來有沒有 有聽到嗎 那就是凡谷 這個是他凡谷的室友叫做高庚 這樣聽過沒有 他的室友啦 現在跟你講你知道嗎 高庚高庚 然後他畫這方畫的時候 以前的藝術家賺到錢 借得得到 村子都傻傻了 賺到錢就把錢發光 所以他們後來就了倒 藝術家的生活都漆漆漏漏嘛 齊齊上上下下 這個高庚和俏 賺到錢就搬家 搬到哪裡 大溪地 有沒有聽過大溪地在哪裡 南太平洋的一個島 一個島 在太平洋一個小島 上面有很多土柱 你有看到土柱的地方 在那裡 從歐洲帶錢去 日子很好過 用錢就可以每天三餐都沒有問題 不然有人服侍你 創吃給你 旁邊都是美女環繞 每天有人照顧他 是不是很快樂 照理說很快樂 每天就畫畫 對吧 人生還要求什麼 台灣人最愛這種的 你 剛才這不完 是不是 很快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他畫了一幅畫 這幅畫很有名 你覺得這幅畫是快樂還是 悲傷的還是什麼 痛苦的還是怎麼樣 有沒有感覺 是什麼感覺的 情緒的話 生活畫 總是有一個立場 他就畫生活上過的日子 我跟你講 我直接給你題目好了 他這個每一幅畫都有題目 你透過題目慢慢知道 畫家要告訴你什麼 對不對 這個不是題目 這個只是一個title 下面才是題目 我們是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的時候畫的 我們是誰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阿伯我們要往哪裡去 再想想看這句話 我們從何處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這個代表什麼 當你吃情都沒有問題 下一個問題你就要問了 我是什麼人 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以後 往哪裡去 台灣人是什麼人 現在在做什麼 阿伯要往哪裡去 你們都應該問這個問題 你們都應該問這個問題 不是人不是動物 每一天有三餐 給你考古吃情吃飯就好了 你要知道自己是誰 你活在世界上幹嘛 What's 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你活著做什麼 所以他會問這個大哉問 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跟人類跟你的存在 這件事有關 過去我們教路的教法 不教你藝術 所以你也看不懂藝術 你也看不懂畫 下一個 所以我要開始說一個問題 上面有一句話 資源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資源人有聽到嗎 不要聽到嗎 因為是我Coin Coin就是我製造一個新的名字 三年多以前 三年半以前 要告訴台灣人 你是什麼人 我就創造這個名字 資源回收總知道吧 你們都知道資源 本來是本手要等到 Q都回來輸用 對不對 再回收再使用再利用 對不對 後面加一個人 就是有相關 我慢慢解釋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這就差別了 什麼問題 告訴我慢慢說 慢慢開始講 人類 最以前都是這種 所有世界上活的人 一開始都是部落形式 什麼叫部落 你知道什麼叫部落嗎 我們的高砂族有部落 對不對 部落就是 古早人 人類在歷史上 六萬年 從非洲出來以後 都是部落形式在存在著 部落就是很多家庭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種植的範圍 還是水資源 這樣住在家裡 為什麼就過了很多家庭住在一起 要保護嘛 一個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 一定是大家互相幫忙 你種這個 你種那個 你種植的 你種什麼 你去打 對不對 所以共同會 因為這個理由 而且還可以保護他們自己 對不對 所以以前都是部落的形式 部落之間會燒台 燒到一陣 別的地方 你找人家的範圍 人家幫你打 對不對 所以部落燒到兩件事情 只會發生兩件事情 一個要不然燒打 不然一個就是共同會 比國更大的 更大的有什麼 有利益 對 部落人 人家越多 土地越大 別人都不敢把你欺負 你如果是小部落 人家就欺負你 我說這個 很有意思 我接下去慢慢發展出來 所以以後 現在的國家形勢 以前的部落越大 越大 越大以後變成什麼 Kingdom 王國 王國國 王國國 還在哪裡 合眾國 對吧 像美利堅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大英國協 好多國家 合眾會 越多越大 聯合國 大家都合眾會 形成一個團體組織 有秩序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部落 部落 剛才說會燒台 過去燒台都怎麼燒 什麼叫燒法 一燒都把你燒光 不會留你火口 包括小孩子 女人全部燒光的 沒有跟你 都have any mercy 不留火口 但是後來 顧起來這樣覺得不對 因為你 佔別人的土地後 如果把對方燒光 你的土地變大 但是你的人必救 對不對 你就更辛苦 所以他們選 他們會做一件事 什麼事 怎麼樣 把對方的 更厲害的心態 就是你的男生啊 壯的啊 跟你會打架的先燒光 只留老弱婦孺 留下做什麼 留下做什麼 我告訴你 就他每天做這個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叫你做事 當奴隸 路落 過去你是有效忠你的部落 你有投 你現在變成奴隸 你沒有投 你過去效忠的不見了 現在換成效忠他們 替他工作 他也不讓你效忠 你就是奴隸 你就是每天吃飯 睡覺唱歌跳舞 買東東 這關人我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本來你是要被殺掉 要丟掉的人 我幫你撿回來 教你技術 教你方法 教你耕作 時間到 抽稅就抽回來了嘛 對不對 我們隔壁是不是有一個資源回收城 叫做香港 有沒有 是不是 那裡面都是資源回收人啊 因為以前中國 輸給大英國協 他就割這個土地 給你99年 給你統治 英國人進來就弄一個制度在香港 對不對 香港裡面就讓這個制度 讓裡面的人 就每天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村的都不知道 97之後 中國要收到回來 對吧 那個裡面的人受不了 哇 落後國家要把我們統治 他們本來就是中國人嘛 可是他從英國人管到以為他自己是英國人 比較高級 其實不是 所以他就開始移民 到處跑 移民加拿大 移民澳洲 紐西蘭 英國都要跑 對不對 比較有錢的啦 比較沒錢就留在那邊繼續當努力嘛 對不對 中國收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江澤民還是那個 他們講說 鄧小平說 舞照跳 馬照跑 50年不變 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講 你繼續製造生產嘛 時間把總督給他錢 抽回來就好了 過去也是 香港每年就是 努力工作 繳稅嘛 就像這樣啊 這種叫資源回收層 那那裡人 都沒有投 沒有效忠對象 他就是一個有功能性的一個社會 所以中國要把他管一頓他不願意呢 跑去什麼 站中 站中環 抗議 記者都把他訪問說 你要抗議什麼 說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因為他長得跟我不一樣 伯伯是人他哪裡有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他有一顆頭我們沒有頭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總督是有效忠對象的嘛 他聽誰的 中國北京的話命令 他是有效忠對象 但是這群香港人沒有 他不習慣看到有人有頭 所以就抗議 你知道沒有頭的人 就是做事情都無頭無腦 所以去抗議你也不曉得他要做什麼 你的訴求是什麼 真的有些談判 他談不出這個所有人來 所以一陣諜戰中說這個會不了了之 果然沒有錯嘛 到現在沒了 我不講那麼深 再來 在部落打仗的時候你看 台廖 他們以前戰爭都會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在埃及的尼羅河 那邊有個部落 他們就拜什麼 拜苦虞 鱷魚 是他們的神 很多以前這種部落都是 對於大自然的力量很崇拜 所以把他們做成繩子來 供奉 要去修台前把他的神搬出來 要爬 我們的神比較大 比你比較大 我要去爬 另外一個cobra 奔西青的繩 也是這個中東地區 另外一個部落都會想爬 爬之後 烤魚的娘 把那個奔西青的繩子就叫來 叫來要怎麼樣 把他們抬掉了 剩下的 不准在你拜你遺 你們的神比較後 所以你輸掉了 你不能再拜你祂的神 對不對 你如果再拜你祂的神 再讓你拜以前的神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想說我跟你不一樣 有一天會反叛對不對 所以他會把你的神全部燒光 不准再拜 你要拜我們的神 沒有錯吧 這樣就是統治的方式 除了這個以外還做什麼事情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的統治手段是什麼 宗教語言信誓 再來就是議員 會改你的語言 說得簡單 還沒有講到奴隸層次 只有你們家 你們請菲勇英勇來你家工作 你會去學菲律賓話 印尼話跟他溝通嗎 不會嘛 是他要學你的話 是不是 這只是雇主跟雇員的關係 更何況奴隸呢 我還沒不可能讓你講你的話 你如果說他一隻咕咕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搞不好你在那邊做怪的 必當必殺對不對 會出狀況嘛 所以你就要學我的話 你是服侍我的 你要學我的語言 對不對 語言給你改嘛 再來姓氏 我也不能留你的生 我留你的信 你就永遠想說 我姓氏 我跟你不一樣 對不對 沒錯吧 你如果知道我跟你姓不一樣 你就做好 我祖先跟你不一樣 我一定會遲早跟你打 所以統治者一定會 這幾個手段 一定是統治手段 宗教原信是 這就是過去台灣人經歷的事情 就是以前台灣人經歷的事情 被大清統治兩百多年嘛 對不對 你現在的生都是人家世信 大清世信給你的 台灣人跟中國人無關 但是他做殖民地的時候 他就做這幾件事嘛 我就跟你講 你講部落 把你統治之後 改變你的宗教 你現在百姓都從中國來 不是嗎 沒有本土產的 再來 議員 你講的語言 你不要說台灣話 什麼福建話 客話 那都不是 那都是大清廟 把你統治兩百多年 把你改的 再來姓氏 你的生也不是你的生 本地我們的生不是這樣 就是阿公加上爸爸 加上你的名 那叫你的名 你的生就是阿公加爸爸的 過期這種形式這樣 我以後現在先不講太多 來 簡單一個圖表給你看 六二年前 台灣借收宅都是部落形式 我M174待會會解釋 再來大都王國 在裡面 俗越結越大 在大都王國 大清的時候 就已經有大都王國 一直對付不了他 他們這邊 當時形成一個王國 再來 西班牙、荷蘭、大清 還有日本 這幾個外來的 後來航海技術變好 所以直到13世紀以後 開始航行很遠 加上對方國力如果強大 他就去探索 像歐洲的國家 船間炮離 郷子 世界要去找資源 所以到處設殖民地 跑到亞洲來看到台灣 他的Air Formosa 美麗之島 我們賠名 那些都是殖民地 什麼叫做殖民地 來殖民地 殖民的人問什麼人 我有一個名字叫做Predator Predator 叫做掠奪者 什麼叫做掠奪者 你知道嗎 沒有你手足完 對不對 掠奪者知道什麼意思嗎 Predator 我講一個稠陋的比喻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清楚喔 但是就是這個意思 你在殖民地裡面 很多資源 有米 有糖 有什麼 流到皮 我就幫你唱 唱到幫你唱 都沒了讓我人走 但是不想替你負責 所以那時候 美國人的軍艦 來到我們屏東外 擱淺 上面的水手就跳 跳船 求生 上了岸後 結果讓我們國所都殺光 殺光的時候 美國收起了 馬上跑到大清去抗議 你那人把我們台獎 台獎 你要賠錢 大清說 這什麼我的台獎 這不是我的資源 他們是化外之名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要化自己 這不是我們管的 你知道嗎 他跟你做殖民地 但是他出事 要負責就是這樣 出了事是你家的事 他就叫殖民者 對你沒有負責任 不負任任 你知道嗎 他叫殖民者 他有掠奪者的心態嘛 但是這些掠奪者裡面 唱來唱去對不對 以前的西班牙 荷蘭 英國 日本 那時候日本 再來大清嘛 那都是殖民者 沒有一個人 把我們當作他的土地 沒有把我們的人 當作他們的人 那些秀 直到後來 最大件的走出來 誰人 日本嘛 日本在 打敗了大清帝國嘛 他唱來 唱來就是 這個日本的態度又不一樣 一開始是 拿起來是殖民地沒有錯 但是發生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喔 就像男生追求女生一樣 送你花 請你吃好吃的 大餐 買漂亮衣服 給你穿漂亮漂亮 最後怎麼 把你取進來 你沒正取 所以1945年4月1號 這個本來是殖民地的性質改變 它叫做Permanent Change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你知道嗎 這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台灣人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這就是這個commitment 有互相的誓約 以後就是 你就是已婚的人 你就不是未婚 對吧 過去 隨便讓人招待 為什麼要撐出來 那看誰跟他派 這就給你祈福 就是這樣 現在開始不行 因為這個土地是屬於日本天皇 對吧 已經是有人的 有人的 如果要找他 對吧 所以這叫永久性 過期那時候 有人說 現在為什麼是中國人跟我們統治 很簡單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的無國輸掉了 就是我們這國 打字大不了地國輸掉了 輸掉了怎麼樣 他就不能再灌烂了 但是這個贏的人很快 叫做美國 美國過去招攤的那些傢伙 還帶你回來 又招攤一次 又招攤你一次 就是這樣 把你冷靜 台灣人不知道 台灣人以前是叫大清統治200元 想說自己是漢人 他說不是 待會兒我會講越多 這裡還有一個New terminology 叫餘虐 餘虐是什麼意思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餘虐 以前大明犯大清 就有一個人來台灣 反清復明 就不符來變大清 日本人拿到之後 還有一個人要反日復清 還有一個人 就是觀點不願意改變 但是整個事情就已經改變了 所以那個人叫做餘虐 他觀點不願意改變 再來 你一槌 這張圖我先跳到前面來 剛才我說的也很有意思 台灣人是什麼人 我跟你講 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你哪一槌 最近是不是 你們當時很好去 搬財產 對不對 兒子 女兒子都搬了 突然跟早些人吵 突然跑出一個人說 我也是你們爸爸在家頭生 我也是在搬 你親切講講 你怎麼證明 現在都有科學技術叫什麼 DNA檢驗 你會抽出來跟你們爸爸抽 對看看 對不對 還是他的頭髮也可以 人死去沒關係 頭髮給他救來 都可以對 所以這個科學技術已經很清楚 沒辦法騙人 所以DNA研究 我先跟你講 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你的染色體會複製 所以你年輕 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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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像你 長得不像你就有問題 對吧 你就是你的基因傳到小孩子身上 但是基因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產生突變 突變是什麼 對不到 基因對裡面突然有幾個 複製的過程當中錯了 但是這個錯了很有意思 這個錯了就變成一種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生育的後代裡面 都有這個記號 就證明這都對你這裡生出去了 國家地理雜誌 你有聽過國家地理雜誌 National Geography 國家地理雜誌 有一個叫Dr. Spencer做了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就是針對人的DNA做研究 現在很簡單 用棉花棒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把它送到它實驗室 不要幾天的時間 你的幾億對的染色體 電腦裡面就跑出來 走出來 就知道你是什麼人 最後他抽了 他的sampling 就是抽樣是71萬個樣本 現在你上網去打 就Human Migration Project就好了 來 這就是這張圖 你那個錄影以後我這個 在網路上看得到 所以沒關係 你可以Save Your Memory 這張圖很趣 根據DNA研究之後 他把這整個人類 從哪裡走到哪裡都揮出來 他告訴你 現今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從非洲出來 大家都從一個地方出來 這是箭頭嘛 這是箭頭的尾端 這裡前面嘛 你看箭頭的尾端 走到美國啊 走到南美洲 其實你倒追 追到最後是哪裡 你們會不會看地圖啊 這裡是哪裡 這這這這 非洲嘛 對吧 所以所有的人類 箭頭 到底要彎頭 源頭都是從非洲出來 時間點是六萬年前 我待會兒給你看另外一張圖 這是有時間點 這是你看 一萬兩萬三萬四萬五萬六萬 六萬年間比較白嘛 在這邊嘛 慢慢出來 先到澳洲 有沒有Australia 其他你看四萬年前到這邊 那我回去剛剛看前面一個圖 有沒有 哇 啊 你就想說 人哪有辦法照樣 過去是很會篩準的嗎 沒有 以前技術沒那麼好 但是地球以前長這樣子 你們有看過Google Earth 看過舉手 Google Earth 啊怎麼要救 你們都會電腦嗎 Google Earth啊 你知道Google嗎 Google知道 Google有一個功能叫做Google Google Earth可以讓你看地球耶 你要去哪個城市都可以下去看的 你要上街景也可以看的 台北市你們家庭都可以看 那叫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裡面 拉得最遠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 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我給你們看 這張目的是要講這個 有深藍色跟淺藍色的部分 有沒有 那個是按照海水的深度啦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這是一整塊地圖嘛 比較深就是我們旁邊的海溝嘛 整個萬 喜馬拉雅山都會放三個下去 填不滿耶 但是這個地方是很淺的耶 所以意思是講 以前的人光用走路可以走到南美洲 你知道嗎 它是不需要搜尋的啦 光是人用走路啊 Migration Migration也就是遷移 在地圖 所以這樣倒下來看這條 這條圖就變成有意義的事情了 很有意思喔 怎麼走 有人說 阿修拉斯你說的有點太大 那全世界我沒有心理 我想要知道台灣人都要出來 好 給你們一個數字叫M174 M174 這個數字 其實很有趣 它代表一種人種 它怎麼發展繁衍 怎麼跑 走下去 因為它從當地的部落去求會 就知道一種你走下去 來 從非洲出來 你又來到什麼 這裡是南葉門 南葉門之後走下去 印度 這裡是印度 再來走下去 馬來半島 我們現在說我們做什麼 馬來半島之後 再走下去 就台灣 這印尼嘛 馬來半島 再來台灣 台灣之後 現在是時間是時間點 時間點是四萬年前 再來跑哪裡 這裡是哪裡 你們好像都不會看地圖 日本 日本 現在是日本 過期沒有叫日本 這個島 日本 再來去哪裡 日本 沒有 這是朝鮮半島的北部 接近俄羅斯加 對不對 後來繼續走 走來這裡 就是這整塊大地裡面的南部 對不對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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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箭頭 這裡面的人 這塊土地 整個人大 就從來 有從歐洲來的 有沒有 你看中亞進來的 有從蒙古下來的 有沒有 有從北歐進來的 有從印度上來的 西藏這邊進來 有南亞上去的 對不對 那時間點差不多兩萬到三萬年前 這個土地上有十幾種人染色會 染兩萬年到三萬年 知道嗎 所以誰是雜種 像是十種 我們陳述是什麼 幾十種人在一個 同一個土地裡面 生存空間 互相殺來殺去 交配繁殖後代 兩萬年之後 誰是雜種 杜在這裡的人都是雜種啊 中國人是雜種啊 你們好像弄不出來 那時候韓國人知道這個事情 第一個發表新聞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去到那裡 有的啊 事實啊 我們現在講科學證據 DMA的證據啊 中國人有一部分 的確是從韓國過去的 沒有錯吧 但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會看嗎 看圖啊 日本嘛 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嘛 台灣嘛 台灣人剛才來 馬來西亞 印尼加嘛 對不對 再來往前追是哪裡 印度嘛 再來做中東地區 再來做非洲嘛 這樣可以看 所以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嘛 沒有錯吧 他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知道了嗎 你如果每一次七明節 他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 你知道嗎 知不知道 對不對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已經拜祖了 拜祖了 拜祖什麼祖 拜祖四萬年以來祖先耶 我跟你講喔 很有趣的故事 當初 一群人離開這個的時候 一群人 一定是很多 我不曉得什麼理由他離開 但是來到印度的地方 有一部分人說 欸 我愛這個地方 我喜歡這地方 住下來 後來就生團 變成印度啦 對不對 人類就繼續往前走 有的人跑到哪裡 跑到馬來半島 說欸 這麼漂亮 我喜歡 待下來 所以我們的祖先 已經來到台灣這個島 那時候看 欸 我也很高興 就住下來了 如果還不喜歡的話 繼續往前走 跑到日本啊 尾日本 糟糕 南北走去 對吧 所以我們的祖先 當時一定有什麼事情 讓他 我不曉得什麼理由 但是讓他留下來 生團到今天一個台灣人 大家知道了嗎 一部分不爽的話 就繼續到日本 到韓國 到後來變中國人主先 我們這是科學證據欸 你現在中國說的 說我們人對那裡 那是他會編造一個假的歷史 目的是什麼 要跟你通知嘛 才有話可說啦 跟你說你祖先對那裡 結果都不是嘛 這個獲得證實 為什麼 林馬利醫生不是在哪些醫院抽血 他們專門做血液研究 以前抽血裡面有互相排斥的現象 對於一種不同的病毒 有不同的抗體 那樣不一樣 後來才知道 這不同語氣欸 那是南島語氣 那個樣本空間還比較小 我現在講的是71萬個 這個project的主持人叫做 Dr. Spencer Dr. Spencer有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血液的DNA裡面 不懂得讓你隨便騙人 隨便編故事 那你說 事實上沒有中國人嗎 沒有 那是定義出來的 你問中國人說 什麼叫中國人 就喊滿門回藏苗窯 說要四十四十六種 請問哪一種才是 你真問他的時候他不敢講 我說蒙古人是中國人嗎 呃 西藏人是中國人嗎 呃 對吧 女生大清是中國人嗎 不是啊 他說不同種的人 我剛才講不同的部落生長的人 沒有一個叫中國人嘛 對吧 他這個統稱 他會實行政治統治 把這些統稱都加 就像以前有沒有叫蘇俄人 蘇聯人 有啊那時候蘇聯啊 有國籍 但是他裡面好多種的人 對不對 有烏克蘭 有南斯拉夫 不同種的種族混在一起的嘛 統稱嘛 俄羅斯裡面也不同種嘛 趕快嘛 中國也是不同的部落加在一起的嘛 統稱嘛 所以沒有叫中國人 如果中國人的這種人的話 請告訴我 他的血液是什麼 你定義出來嘛 我們現在講科學證據嘛 你說你有中國人這種系統 你把中國人的血統拿出來 科學上定義 我來拿抽我的血 對對看 沒有嘛 他拿不出來嘛 再下一步 中國人沒有 有沒有客人 有沒有福建人這種東西 沒有 我跟他說也沒有 你也定義不出來 什麼叫客家人的血統 他是用語言啊 用文化啦 你知道嗎 用你祖先的牌子跟你騙的啦 最準的這些科學證據 在你的血裡面 沒有辦法幫你騙 你現在受不了嘛 台灣人要真相 我告訴你真相就是這個 要不然你來挑戰 我在這邊講了三四年了 如果你有新的科學證據 發現請告訴我 沒有嘛 有人說 好啦 那不要講中國人 我們講華人好了啦 有沒有華人 我說什麼叫華人 你告訴我 都講華語的就是華人 這句話很好笑 什麼叫講華語是華人 所有講英文的人叫英人 對不對 是不是 你有華人 我有英人啊 對不對 有法人啊 因為你用語言來定義人種 不是很好笑 新加坡也講英文啊 印度也講英文啊 英國人 不是啊 不是英人嘛 你知道嗎 所以我慢慢就幫你們澄清清楚 最後 時間點 四萬年前 這個顏色已經拿到台灣了 到中國這邊已經後來深藍色 一萬兩萬年前 後面後面的人 他過來 早期喔 因為考古這個科學喔 在歐洲比較發達 歐 歐美各國比較發達 歐洲就在法國南部 這個地方 archaeologist 他發現這個東西 壁畫 壁畫在哪裡 他們現在喔 科學證據是用碳 半摔期 碳14半摔期 來決定時間 時間非常準 所以他看到這壁畫的時候 測出來的時間 嚇一下 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前 人類的壁畫耶 其實他的時間點 跟我們那個大圖 是很接近的喔 歐洲人就很驕傲 說啊 人類對我們這裡開始 那時候我現在說 這個DNA 研究還沒開始之前喔 以前考古發到的 來建立一個hypathy 假說 然後求證 結果歐洲人很驕傲 沒想到最近 喔 有一個 新的考古事證 也是人類壁畫 手疊來的 在哪裡發現 在印尼啦 爪哇 那歐洲人就給我們打臉 對不對 比你更早的時間 已經來到印尼爪哇了 符合我剛才的圖 有沒有 你記得剛剛那個圖 四萬年前來到哪裡 澳洲了啦 澳洲了啦 澳洲 經過這裡有沒有 所以這邊壁畫 四萬年前是合理的嘛 按照時間點嘛 到歐洲也差不多那個時間嘛 歐洲比較短嘛 三萬年前嘛 四萬年前現在澳洲 所以你在澳洲 會挖到這種壁畫 這符合叫做big picture 好啦 說到這個喔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就算講很多這種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這個喔 有一個英文字叫identity identity 你怎麼identify yourself 人如果活在自己上 你不知道你什麼人 沒人identify yourself 你會嬉笑耶 我是什麼人 我在這裡幹什麼 我阿伯要去哪裡 都不知道耶 這是你的起碼存在的理由耶 你一個人 如果不曉得為什麼 活在這世界上 你很快會自殺耶 因為你沒有價值 你存在的價值在哪裡 value What's your value to exist in this world 你活在這世界上幹嘛 夾青 然後死掉嗎 那就跟動物跟浮游生物一樣嘛 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你的identity要出來耶 我剛才就是要跟你講這個identity 在非洲 我為什麼要講identity 我們現在經歷的一件事情 是很詭異 什麼事情 三代被人家洗腦 被誰洗腦 流亡政府洗腦 怎麼個洗腦 他把你引進另外一個認知裡面 這個叫 我給你們看這圖叫做 secret society in Africa 在非洲有很多叫做秘密社團 其實不叫秘密社團 這個成人社團裡面告訴你也軸身一下人 他會告訴你很多故事 讓你慢慢參與到這個社會 成人的社會 對於叫做 我們也叫做什麼成人禮對不對 一樣嘛 你只要活在一個社會裡面 他會想辦法讓你成為社會的一部分 給你一個角色 說你是誰誰 你什麼人 阿伯你就要維持你的生活 對不對 結果這是中國人的黑洞 不是我們的黑洞 他透過假的教育 假的故事 把你套進去 所以你的identity被confuse 我就跟他一樣不一樣 為什麼我會認同他 其實透過教育 語言 信誓的方式把你蓋 在美國一樣 也就是這種不同的 secret society 那張表有趣 這是耶魯大學的骷髏會 現在很多有名的美國總統 都從那個 耶魯大學那個出來的 好啦 阿公的就是這個 最近很夯的都是超人片 你們喜歡看超人電影 你們看過各種各樣的超人 都是右邊這種 你們有看到左邊這種 左邊是什麼超人 沒有頭的超人 什麼叫沒有頭的超人 你們可能想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就是功能很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功能很強大 沒有效忠對象 請看在腦子裡面 戰爭以後會產量大量的資源回收人 都沒有頭的人 簡稱這群無頭人叫R-Man 就是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好啦 說到這個 我另外講一個圖 你們在座各位加入民政府 以後都要當官 不講當官很難來這邊 你只是要了解 我希望你們台灣人需要一批人出來 請問你們在座各位有誰 是一家公司 超過一百人以上的公司的老闆 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人走手 一千人有沒有 沒有 一萬人有沒有 沒有 十萬人有沒有 沒有 四十萬人有沒有 那顧得不可能 對不對 那你們 以後我們民進院執政 四千人 要管台灣人兩千萬人 一人分四十萬人 你要怎麼管 你都沒有當過一個公司老闆 你怎麼管 所以要什麼 教育 教育的一部分就是我們這科 我給你們什麼 一個model 教你們怎麼看人 把人分類 你首先要把人分類 你要知道怎麼管理人 對吧 這是一個picture 分類 大部分的人 我告訴你 我現在人分成三類 根據什麼 他行為的主宰者 他最後ultimate 最終他遵守什麼原則 在過他每天的日子 以這個作為一部分 我來給人分類 最會腳 這種叫做 動物一樣的人 用四肢腳在走路 不是真的 我現在說 我現在說人 那你知道動物是什麼東西 動物就是 有時候吃 就開心 沒時候吃就不開心 動物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用食物 去控制獅子 老虎 貓子 狗 用食物 你可以用食物去 把他膠麻 給他腰 把他割 把他割 如果割得更好 他以馴服的程度 來劃分 這種 我現在不是說人 我說一個比較徹底 以前 我們最近不是以前 不是高雄 那些年輕人 晚上還沒睡 什麼 騎兜牌 拿武術都給人 黑白亂 亂砍對不對 警察把他抓來 到警察就說 年輕人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為什麼 不是沒有了 他說爽 爽 爽 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就是他跟動物一樣 動物當你那個獵食的本性 要把Hunting的本性照出來 他就控制不了 他就會找東西發洩 所以他拿刀子去砍 也沒有理由 他有動物的本性在裡面 這個人如果看有女兒 漂亮的女兒 就上了 小狄狗一個 他就跟動物一樣 所以控制他 指導他行為的原則 都是內心裡面 本人的衝動 像動物的本性的衝動 像動物的本性的衝動 有時候吃到發洩 沒時候吃到就 不然就 排狗狗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動物 動物如果老腳的話 以前我還要養到 蘭狗跟家犬混的第一代 我養了十年 我一次來養飯 我到後來還是很怕 為什麼 我飯如果剛才拿去 我剩下手把他拿回來 我把你剩下 他不管你是主人 因為他野性還在 野性都很像動物的本性還在 我現在在說人 但是 這個問題在什麼 你要不要小看這群 像動物一樣的人 他可能很高級 他可能住地堡 他可能開的是Lamborghini 有私人飛機 他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講我來講什麼 我講的話你要動動腦筋想 因為他指導他做事情的本能 就是不斷地 有他家就合 對不對 他不管你死活 這個人就是 只要我要做 沒有什麼不可以 就像動物一樣的人 所以過去台灣人說 你窩裡找不到 帶那麼多找不到 你學音樂做什麼 不然就做飯吃 台灣人說這個 那是什麼 他就是動物一樣的人 因為他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 可不可以吃來決定 是不是像動物一樣 沒辦法當飯吃 那就是沒有價值 可以當飯吃就是有價值 是不是 這個邏輯後面就這個意思 當然人家互相問好語 就像動物一樣 你有吃肉嗎 這不是相應的問題 是表示這層次很低 吃飽就很幸福嗎 外國人沒有這樣問 他說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別說你吃飽 吃飽不是一個問題 對 concern的事情不一樣 ok 然後再講這個以後 再往上走一點 那越下面的話 越physical physical就根據身體 來行為做事情 越上面越subjective 就開始有主觀意識 什麼叫主觀意識 欸 狗啊 女兒如果咬到越來越離譜的時候 她會覺得自己是人 欸 我如果在睡覺 狗到手蜜蜜蜜 對不對 我那女兒要吃吃飯 你如果態度不好 她不想吃 幫你塞住 不要吃 你態度不好 怎麼搞錯 她以為她自己是人啊 還會跟你搶 愛 對不對 你如果對小孩子太好 她會偷偷晚上去咬那個小孩子 對不對 你當時有女兒 還要娶一個狗 那你嫉妒心起來 她就會偷偷 你在睡覺 去咬那個baby 那表示她跟你搶你的愛 這種是動物嗎 這就開始有人的想法了 很可怕 對不對 這樣知道嗎 可是在上面這種 就是沒有頭的人 這個 我剛才說這禮拜 小看這個 社會裡面百分之四十是這種人 我們的社會 台灣人的社會 百分之四十是這種人 再來百分之六十是什麼人 我告訴你 不要小看這群人 他可能是諾貝爾獎得主 可能是 學歷拿得很高 賺很多錢 各種才華洋溢的人 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你知道嗎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don't loyal to anything 他的世界 所有價值觀都是相對的 對還錯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一定是人家最老公那樣 對錯不重要 他可以賺錢最重要 我這一生子就是賺錢最實在 這個人就是這樣 他喜歡你趕快把遊戲規則跟他講 他可以play得很好 這種人也可以當市長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偉大的市長 對不對 學歷很高 號稱智商很高 但是他是沒有頭的人 怎麼說 他不管誰管他都可以 最近他不是在TED裡面做一個演講 因為他是葉克謀專家 專家到後來 狼蝶以秋陶去賣戲 很難死掉 這個意思 就是我讓你用維生系統 讓你活下來 但是他腦已經死了 愛德最後一個大災魂 醫生不能幫他把管 他說 他就問說 那什麼叫做活著 他就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是上面有頭的人在問的問題 什麼叫活 什麼叫死 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什麼叫好 什麼叫不好 那不是中間這段的人可以說的事情 因為他們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我現在說 來到這邊叫subject 就是主觀 然後這裡面比較高級的人 比較有客觀的意思 他為了整體團體來考慮 越下面越自私 有沒有 你們住在比較爛的社區 是不是這樣子 每一個人感覺奔手 都往這奔 垃圾水就水果把它沖下去 那就是比較爛的 雖然他們也是人 他不像動物一樣 但是 他的動作就很自私 你住在大樓裡面 就是有一些自私的這種人 水準比較高的 就會顧慮到整個社區的利益 對不對 他願意犧牲個人利益 去換取整個大團體的利益 那頂多是這裡 上面他沒辦法上去 為什麼 他沒有絕對的標準 上面沒有絕對的標準 我告訴你上面是什麼人 比如說西方的傳教師 來到台灣熱身療養院 整四人很高的帥哥 長得英俊挺拔 二十幾歲 年輕人來到台灣 每一天給我們台灣人開股 就是麻蜂病人換藥 臭毛毛 台灣人都不在做的事情 他去做 做整四人 不然之後 你怎麼還把他們太太跟他們 都從美國帶回來 幫你換藥 你說這個人每天都拿去 薪水也很低 勉強跟你台灣人家 什麼一樣 又很普通的 那你想說你這個人是什麼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用沒有頭的人去想他 沒有道理 我要說他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他的主子 他的主子是誰 上帝嘛 對不對 上帝叫他來台灣 他就來啦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啊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者 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得雷沙修女 對不對 他已經取了他的主子 為他人生活的目的嘛 他主子高興他就高興 你知道嗎 所以你給他多錢他不要的 我最近碰到一個神父啊 我說你的薪水哪裡來 教廷給他薪水啊 不會多也不會少啊 夠用就好了啊 他一生就是奉獻給神啊 在他的世界裡面 絕對有對跟錯啊 對就對 錯就錯啊 有什麼好講的 村內人都不是啊 在那邊生必巴矣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就讓你分類啊 等於這個你如果跟錯的人 也很倒楣 像IS有沒有 回教組織 他也生活很辛苦啊 叫你一台人也一台人啊 所以你要跟你跟對還跟錯 以正邪是非來區分 黑頭還是白頭的 你知道嗎 他有效忠對象 但是最好是效忠對的 你就做對 效忠錯嚇死人 我就把人類分類 但是這種人很少 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一 但是喔 我跟你講 你們今天會來到這邊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有這種所謂 對於是非對錯很清楚的人 你才會想來知道嘛 每天在那邊過日子就好了 招待交通啊 你想知道我為什麼活著 這個政權奇奇怪怪 到底是怎麼回事 知道法理你有興趣你會來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喔 你們來這邊上課認為是 我要改變你們 透過上課讓你們改變的請舉手 透過上課讓你們改變的請舉手 請放下 其他人都不認為喔 好 請放下 我跟你講 你們錯了 為什麼上課就是要接受改變啊 我說不是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有交通 也有嫁先生的 也有 男女朋友的 生活很久對不對 你可以改變你的男女朋友跟老婆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你跟他生活每天講話 還結婚耶 還跟他說都改變不了他 你憑什麼認為你 相信我這邊聽一小時課 兩小時課你就改變 那好可憐 不可能嘛對不對 那你來做什麼 我跟你講喔 我說一個更直接的事情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我應該是說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來在這邊 讓你的本性發揮出來 因為有一個好的土壤 我們在做篩選的工作 我們講法理嘛 你以前過去 你一個不對的土壤 謊言的世界長大 你長不大 可是來到這邊的時候 法理讓你 欸 欸 對耶 你馬上 你的本性就跑出來了 所以你本對的這種人 你應該說我本來就是有頭的人 我對於是非 但是很在乎 我才會來這邊上課 我上課是要 我才不會渡過 因為我越聽越有趣 我越聽越高興 因為這才是恍然當 我說喔 對嘛 台灣人這樣才對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民眾府來這邊 不跟你訴求 不跟你畫大餅 不跟你叫你做夢想 不要 我們只講科學上的證據 歷史的文件 邏輯的推理 就這幾個簡單的事情 就好了 你就知道自己是誰了 那個很重要 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以後要往哪裡去 來 以後你們就是這個有頭的人 下面是這些被統治者 你們來這邊是把頭裝上去的 來 再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現在喔 因為經常舉手都答錯對不對 不管 所以大家都不太敢舉 但是我建議你們 還是老老實實去舉 為什麼 當你舉的時候知道錯 你會記得更清楚 好不好 不要怕 我的目的不是被給你繞鬼 是要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 check out你的value對不對 好不好 我問一個簡單問題 你認為你一生追求 我的目標就是自由 幸福 快樂請舉手 我幾次兩個都去追求 自由 幸福 快樂吧 不同意的請舉手 同意的請舉手 好不好 我想知道一下 好 謝謝 錯了 你一生追求 徐老師哪有可能 追求自由 幸福 快樂 你就義正言辭 這次你徐老師錯了 沒有 來 試試看 我不要講徐老師 我叫大山老師 大山老師你錯了 那我要講個道理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標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有醫生 他以賺錢為目標 這個醫生你怎麼看 敢不敢 不敢 不敢 一次會好看幾次 對不對 他是不會害死你 但是會把你醫好 但是花的時間很多 讓你花很多錢對不對 因為他賺錢為目的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錢 你不要想去看他 他也不想看你 因為跟賺錢無關 我剛才講說 那醫生如果是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你趕快去看 不敢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樣醫生你就敢去看 對不對 沒錯吧 因為這樣他的病人很多對不對 因為他都知道這是好醫生 因為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大錢對不對 這樣賺大錢對不對 合理 因為他的目標設對 所以是伴隨而來 所以這三個東西叫做 副產品 自由 幸福 快樂是副產品 不應該是你追求的目標 好 我再講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女生看到一個男生說 這個男生看起來好像可以帶給我 自由 幸福 快樂 我就嫁給他 就這樣沒多久發覺 客人都不好好努力工作 就創什麼 離婚 再換一個 這個又好像可以再嫁給他 這樣對不對 不對嘛 你是為了什麼理由結婚的 你應該照理說 我愛這個人 兩個人結婚 便手自處建立家庭 對不對 克服各種困難對不對 爸爸做爸爸 該做媽媽媽該做 生一個小孩子 小孩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 爸媽媽做一頓豐盛的晚餐 圓桌下坐下來 家裡一人 全家人一起坐在飯桌前面 吃飯 享受 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 當你做對的事情 這是伴隨 它叫副產品 buy product 它不是主要你追求目標 那如果是你目標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 自由 你們想不想要有花錢的自由 當然想啊 我一個月給你一萬塊夠不夠 這太少了 這零用錢都不夠 十萬塊錢夠不夠 勉強 一百萬夠不夠 開始有人笑了 一千萬一個月給你 好不好 夠了已經有人點頭了 一億夠不夠 我跟你講 頂心每個月超過一億 什麼叫自由 它是這種感覺 你如果是追求感覺的人 你會因為感覺而結婚 你也因為感覺沒有了 你離婚 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 喂喂 如果你是一個追求感覺的人 你會因為感覺來 來做某些事情 感覺走了就不做 對不對 因為這個結婚 因為這個離婚嘛 我跟你說 你可以因為這樣子結婚離婚嗎 當然不對啊 所以something else 我為什麼要說這就是台灣人 他為了追求這個東西 他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誰人灌都好 我目的就要講這個 說人家灌也好 跟阿嬤來灌都好 酒樓放在那裡也好 只要我本來家 我有工作可以做 我可以繳稅 我可以買東西 做落雷也好 可憐的台灣人 我目的就要講這個 你要重新思考 自由幸福快樂 還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標 當然不是啊 你應該追求搞清楚我是誰 我選在這裡走 其他你如果當這個原來的 你真正的身份確立掉 這些是伴隨而來 會給你幸福 會給你自由 會給你快樂 你知道嗎 我在生那麼大人 才把台灣人說清楚 你們過去都在假的世界裡面長大 我這樣講沒有道理請舉手 我不看 因為不會有人舉手 來 當然有道理啊 拜託 來 這幅畫看得懂的人請舉手 一定沒有人舉手 來 這個看得懂的人請舉手 看不懂的人請舉手 看這幅畫看不懂的請舉手 大家都看得懂嗎 看不懂得抓手 好啊 請放下 哈哈 你又重計了 我要問看不懂的人 剛才沒有舉手的 我不問 我只看剛才舉手說 我看不懂的人 我問你們一件事 你說看不懂嘛 請問他花的是飛機大炮嗎 城堡 是不是 這幅畫的飛機大炮 是不是 看不懂的人 你們知道搖頭嗎 不是嘛 請問他是畫 人嗎 點頭 你們看得懂 請問他畫男生還是女生 你又知道是女生 請問他畫幾個人 而五個又知道 你看得懂 你不要講你看不懂 你看得懂 只是跟你以前預期的那個人 長得不一樣對不對 這叫做立體畫派 你們一定以為這個你才看得懂 這個沒有人看不懂吧 有沒有人看不懂請舉手 外公你們看不懂 請問他是誰 他是誰 夏娃 不是 他是誰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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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神哥 鄧庚庚庚 維納斯 那他在做什麼 維納斯在做什麼 蛤 我跟你講他在上大號 別棒賽 真的啊 初公 什麼 還是什麼 如廁 這個 英文是誰嘛 1975年 by Francis Boucher 他說 The Toilet of Venice Venus 維納斯在上廁所啦 台灣人很可憐耶 你想說你看有結果你看不 你想說你看不 結果你看有 台人飛機了 你知道嗎 我目的不是要講這個 我目的不是要講這個 我目的要講這個 這叫做單點透視法 這叫做立體畫派 這叫做極端的立體畫派 這叫做極端的立體畫派 簡單的說你馬上就會 都比你那美術系還厲害 這是麥克風 這是麥克風 這樣看也是麥克風啊 哪一個不是麥克風 都是嘛 這個也是我啊 這樣看也是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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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 不用嘛 所以當你的時間固定 觀察點改變的時候 常見就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同一個臉可以從不同角度畫 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子 中間一塊狼 立體畫派 Cubism 但是這個是一百多年前 立體畫派 你看到沒有 你阿公阿嬤 畫到沒有 你看 我這叫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我要講這個東西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立體畫派 還是極端立體畫派 樓上有人在走路是不是 它都有一個原則 principle 貫穿整幅畫 都有一個原則 比如它是一點透視法 這叫一點透視法 你畫畫的時候 頭不能動的 固定好就開始畫 你知道嗎 一個小時後回來 還是維持這個姿勢畫 要不然你從不同角度畫 就變成這樣子 再來又變成這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不會再 頭不能再游來游去 你真的要畫一點透視的時候 是這樣 就要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如果全部的不同觀點 混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子 亂七八糟 滾穩那一點危險 大拼貼 我現在的目的是 要告訴你這個 好足 好足是什麼 來 看它的解釋 The law 不是法律的law 這裡的law 是法則的意思 It'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r something 就是大致而 你有一些運作的原則 比如說 地心引力 萬有引力 宇宙中有萬有引力 對不對 任何兩個mass 物件之間有引力 對不對 這整個宇宙都一樣 按照這個原則在運行 你有點悲傷 那我問你 地球也有地球原則 放租地球每個地方都有 剛才講的宇宙原則 宇宙每個地方都一樣 有一個principle 叫萬有引力 在地球上都有同樣的引力 叫做地心引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活在地球上 如果你要制定法律 你就要怎麼樣 尊重有這個原則存在 對不對 比如說我有建築法規 我蓋房子我就要有標準 什麼標準 要知道有地心引力 房子不可以 蓋到超過一個程度 就倒掉了 你的建築材料 要有特定的東西 你要有建築師去計算裡面的 力學啊 要結構啊 你法令制定錯的話 家會倒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活在世界上 你的法規就要什麼 尊重大自然 宇宙的定律 對吧 只要你是人類 你制定民法的時候 就要尊重什麼 人類裡面有難 有女這兩個差異 男女要結合在一起 要生後代 所以你的民法裡面 要保護家庭的制度 要出來 對不對 你的法律 如果沒有保護家庭的話 家庭人類會滅亡 對不對 你要鼓勵有家庭 有一男女結婚 傳宗接代 對不對 你不可以違抗 這大自然的原則 我跟你講 當人的制度 如果去挑戰大自然的法律 如果去挑戰大自然的時候 是誰倒楣 不會是大自然倒楣 絕對是人倒楣 對不對 這個叫Nature Law 大自然的法則 大自然法則就是這個 The Law The Nature Law 這是基礎 你只要回來 在宇宙中 就是要遵循這個法則 因為這個法則 這個基礎我們建構 所謂International Law Law of Nation 國際法 就是裡面上面 在地球上很多國家 國家之間要遵守一個法律 然後在這個 Law上面 在建構 所有的Constitution for Each Nation 每一個國家 還建出它的憲法 憲法之後是Mother Law 在上面在建構 其他的民法 行事法上面有的法 商業法 這樣知道嗎 事情是一層一層的建構起來 當然過去沒有這觀點 為什麼 因為日本政府 怕你知道 因為它的法律 是建構在假的基礎上 這個以下它不符合 中華民國虛驗法 實行在台灣 就已經不符合國際法了 對不對 中華民國的憲法 怎麼也能看見台灣 台灣又不是你的領土 中華民國的憲法 至今不包含台灣 那你憑什麼 在你離開你的主權領土之外 實行你的憲法 不是好笑嗎 這就違反國際法 違反戰爭法 那你知道嗎 為什麼它不讓你知道 這之前的講兩個法 當然是要打到的會議 他就是很假的 他從這邊給你切斷 往上 最近日本人在抗議 安保法 安倍要通過安保法 有沒有 可是我沒有回到憲法 我告訴你 那個人又是傻人了 為什麼 日本年輕的學生 還去絕食抗議 為什麼 你日本的現在的新日本法 是美國人幫你制定的 哪有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憲法 是別的國家幫你制定的 哪有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上面有超過五六十個 甚至一百個美軍基地在上面 那叫做主權獨立國家嗎 不是啊 我不講那麼深裡面 還沒再搞幾班 所以 回到這邊 有一個字叫Consistency 有一個叫Integrity Consistency就是一致性 我剛才講 放諸宇宙結準的道理 叫Consistency 我今天穿西裝打領帶來到這邊 我右邊穿皮鞋 左邊給你穿高跟鞋 你剛才穿的腳踏板 你老師你怪怪的 就是要不一致 你知道嗎 好在美國的法律有Consistency 在法庭裡面辯論的雙方 都在指出對方的證據 跟他的說法不一致 你就輸了 所以我們告一 美國就是用Consistency 美國 你們在你的憲法裡面 憲法跟treaty 就是跟人家簽了條約 是同一個位階的 你有沒有在遵守 你如果有遵守的話 你就是 剛恩軍舊機單合約 你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對吧 那你在上面實行違反戰爭法的事情 你怎麼讓你的代理人在台灣 對我們尊兵 為什麼叫我們去買不買 為什麼要改我們的國籍 為什麼要改我們的國籍 為什麼要改變我們的教育 為什麼改變我們的語言 你違反戰爭法 你把它告就好 你為什麼讓他們都跟我們發的復照 這不對啊 你是佔領者你要負責啊 你怎麼可以不尊重呢 你指出他不一致說美國的多啊 美國就一定要來怎麼樣 要符合他的憲法上規定啊 treaty啊 treaty就簽約 這個要跟他們等同啊 你們慢慢就會有清楚 什麼叫法律 先跟你說 consistence叫一致性 指一個行事系統 不會遇換矛盾 另外一個叫integrity 你如果在那裡 村子裡面還是在那裡 社會裡面要做老大 抱歉 你在那裡的標準 跟那裡的標準 一樣 你不要這裡一套 那裡說一套 很快你就去把 搶什麼搶下來 對不對 你沒有資格 你的標準都一直在變來變去啊 所以你在任何的社會裡面 要當老大 你的standard 標準 要一致 要有integrity 說一套 做的也是一樣一套 所以我們要把美國誤了 你有沒有表理一次 你表面講我尊重民主 我講說 你針對克里米亞這件事情 俄羅斯佔領 違反戰爭法 可是你佔領了台灣 你正在讓那些流亡政府 在那邊做違反戰爭法的事 你有沒有integrity 你有沒有表理一次啊 國務院你講一套做一套啊 你的民主是假的啊 你把兩國混在一起 你把佔領者 征服者跟被佔領者 攬這會投票 那是荒唐 非常至極的事情 來 來 說到這 我今天的課 現在才講到重點 已經花了半個小時 不只一個小時 要趕快結束 來 觀點答得有 今天是講台灣史節嘛 任何講到歷史 一定牽扯到觀點 你有沒有在座 沒有人家歷史 對不對 沒有 你就寫個人日記嘛 公私嚴格史 孝史 對不對 沒有人家歷史 那些國家歷史 那些執政者到底會下 對吧 但是寫到不管什麼歷史 都有一個觀點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 可是問題來了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的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對吧 北美的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的白人的觀點 第一天又可以吵架 因為觀點不同 怎麼說 後來一結婚想要展現 那些廚房去煮菜 煮了幾道菜 不然就多指上 先生老公坐在那邊 後來就跟他講 已經煮好兩道你先吃 我又繼續第三道第四道 他說沒有啦 我們家吃飯 都是大家菜都傳好 做這些桌子來開動 後來就說沒有啦 你先吃你先吃 總結吵架 後來就說我煮小孩 我們家做生理 沒有那麼浪費 菜先來就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 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把他從大的觀點 跟想法帶進婚姻裡面 就衝突 一旦衝突會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吵架再不行 會怎麼樣 離婚對不對 沒錯吧 好不容易才剛結婚就離婚 但是這只是兩個人之間 頂多離婚休場 如果是兩個國家之間 意見不同是戰爭 是戰爭 是殺來殺去 會死掉很多家庭 會很多人流離失所 那就不是這麼開玩笑的事情 觀點不同 會產生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中國人來通敵 他就是改變你的觀點 你如果繼續維持 以前大日本帝國觀點 他會不好統治 會跟他生鬧 你們現在經歷到的歷史觀 都是這樣子 最近學生是炒克剛 我說沒辦法 因為他還在中華民國體系下 在炒觀點 怎麼會呢 你要不要來到民政府 聽我們的史觀 讓你恢復正確的史觀 真正階級真理的史觀 不是在編故事 你在裡面找不出答案出來的 我們已經給你答案了 你看你要不要聽 我說那個人不願意聽 所以繼續在他裡面的系統 惡搞 沒有用的 不會改變的 人除非跳脫這個 所以今天要幫助台灣人 從自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來 這四張圖哪一個看透視 perspective 看得最清楚 我要問喔 請問這張圖 看透視 你知道透視是什麼東西嗎 建築透視圖 有沒有看到 看透視最清楚 是這張請舉手 認為這張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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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舉手 認為這張請舉手 當然是這張才對啊 為什麼 什麼叫做透視 就是離你越近越大 離你越遠越小 對不對 你三個都一樣大 你也飛去嘛 那為什麼給你看透視圖 因為你過去的歷史 被人家飛去 你說台灣歷史 台灣歷史有四萬年 李登輝說西伯尼歷史 胡說八道 台灣人怎麼會是吃百年歷史 那是西伯尼 西伯尼什麼 漢話的幅不足 講的話 你以為你的頭是中國人 你以為你的祖先從自那來的人 才會講台灣西伯尼歷史 台灣是四萬年歷史 我們的祖先在土地生 都要四萬年 你認為你是中國人 才會這樣子的講 不是 你從大清帝國統治開始算起 我是算到四萬年前 我是你的祖先 這才是正確的台灣史關 台灣民政務給你抓兩個主軸 一個是法理上台灣的真正地位 是什麼 一個叫做台灣這個島的歷史論述 在我們手中 這才是正確的歷史論述 根據科學證據 歷史上的事實 所產生的論述 再來 講到證據 到法院有很多證據 突然來一百個 法官怎麼判 他一定要先把證據做篩選 篩選有根據criterion 根據幾個分類 分類分什麼呢 A B C D E X X有什麼 根據假的 那個人不用看 先丟掉 像中華民國歷史 那個假的根據丟掉 再來A B C D E 越上面越客觀 越下面越主觀 越客觀是什麼 就是科學證據 像DNA 像基本邏輯推理 像碳式式半帥奇 氧化 溫度大小 督量痕這些東西 這是科學證據 你知道 有車禍 募集者兩個人 假公假的 以說以的 那誰是對的 灰魚 那叫做主觀 客觀是什麼 我去量 撞車的距離 力道 我就知道誰撞誰了 對不對 煞車痕 我就知道 越主觀的越有問題 越客觀越不會改變 再來歷史文獻 兩個人結婚不容易 牽制不容易 談戀愛談很久 最後兩個人再牽制 兩個人牽制不容易 我問你 舊金山合約更不牽制 46個國家 46個國家同意一件事情 當他們討論的時候 他們要回到自己國家 然後議會開會 然後最後回到同一個地方牽制 是不是更不容易 兩個人結婚都不容易 各方46個國家同意 在舊金山合約上牽制 Settlement for the World War II 日本的賠償案 就是舊金山合約 你一組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五對著你 你就叫拜五好了 這什麼意思 為什麼好笑 你們知道滷皮尊漂流機嗎 知道 不知道舉手 以前有一個白人 這是一七多少年的時候 一個小說 一個白人坐船到一個小島上面 碰到大風浪 船變掉了 他就逃到島上面 就把船上的物質 在那邊蓋了一個樹屋 住了兩個月以後 有個黑人當地圖出來找他 看到他的時候 聖聖拜五 我叫你拜五好了 好笑的原因在哪裡 應該是黑人給白人取名字 不是白人給黑人取名字 不是 你住在那邊很久是黑人 白人你是外來人 怎麼會倒過來 北美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我問你 不是嘛 白人還沒來之前 他們不叫印第安人嘛 是不是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沒有親的名字叫台灣 我問你們 沒有親的名字叫台灣 不是嘛 對不對 那叫什麼 佛摩沙也不是啊 沒有親的名字 我告訴你 沒有親的名字 我們在戲版 你沒有跟外界接觸 你為什麼自己有名字 你跟人家沒有接觸的時候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取名字的意思就是說 你剛才identify對方嘛 白人給你付名嘛 還是說你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名字嘛 對吧 但你沒有跟外界互動 世界就只有台灣這麼大的時候 你不需要有名字嘛 你這樣知道嗎 島上只有各個部落互相叫名字 但是以台灣為整體去叫名字 那是要等到跟外界接觸之後才有 沒錯吧 所以無親本地無名四萬年 到最近幾世紀才開始有名字 葡萄牙人先叫 叫佛摩沙 中國人叫台灣 我現在也不叫台灣 他自己選名字 那我今天時間不多 我們直接跳另外一個 我要講另外一個概念 存在感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存在在世界上 你當時知道 我告訴你 當你當初的時候 我都要好 媽媽幫你切冷 對吧 開始講 有另外一個存在 我要好 就有人滿足我 所以我開始知道他的存在 透過媽媽的存在來認定自己的存在 那叫存在感 對吧 之後爸爸媽媽 爸爸跟你玩 之後兄弟姐妹跟你玩 之後整個村子的人跟你玩 之後社會跟你玩 你的參考點越來越多之後 你就越來越清楚自己存在 存在感就變強 對不對 沒錯吧 很有存在感的人 很有自信心 很有自信心的人 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因為你有自信 學習力強的人 越發展越好 可以貢獻社會 可以幫助其他人 對不對 但是倒過來 前面出了問題 一小時候 一哭 哇 八道腰 發生什麼事情 baby會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情 哇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回事 我過去在一個月月裡面 帶著糖果餅乾 水果去探訪他們的時候 小朋友玩得很高興都在吃 就是一兩個小孩子 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出來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老師後來跟我說 他們都是瘦女兒 從小的時候 我剛才說 肚子餓的時候 被鋁牙打 被鋁牙打得很大 那個叫做瘦女兒 瘦女兒 沒有存在感 他不希望知道你 你知道他存在 都在瘦女兒 所以他繼續在吃飯 他躺起來 很沒有自信 也不想學習 就 那就是 既的那個 我說這就是台灣人 過去遭遇的事情 萬一台灣人 被打下去 我台灣人說台灣人 什麼不對 發牆 發錢 這就是台灣人 過去遭遇的事情 你知道 你在形成我台灣人的 自我 主體性跟他存在感的時候 你被否定 沒時間 又灌一個中國名給你 說你叫中國人 你不是開笑 又放一個幾個名字給你 為什麼中國人 還是幾個名字 他流亡進乎啊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到別的地方 不是幾個名字 是什麼 你沒有在你的身體上面 照著保護 是不是幾個名字 是啊 中華民國就是流亡政府 就是幾個名字 淨戶嘛 跑到台灣街 靠 上面 給你附身 所以我講一個故事 以前在聲音上有個故事 叫葛拉森 一個地方 天然的石灰原洞 石灰 九灰 水滴下去一顆一顆 就好 用來做什麼 西洋 寶寶寶 在那裡不用做觀察 古起來那個地方 西洋很堆 很多 比西洋堆 西洋坐在哪裡 魔神坐 魔神坐在哪裡 開始鬼附身的事情 跑出來 有些年輕人 就是被鬼附身 整天沒穿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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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在那裡 村子裡面鬧來鬧去 村子裡面有人說 這很麻煩 很麻煩 整棄用鐵拔拔拔拔 都沒有事情 拔了 又有力 又有力 撞回去 但是這時候 耶穌來 耶穌來 耶穌代表真理 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人窮的亞穌頭前 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不夠你現在來 是什麼意思 要趕快下地獄 是不是 耶穌沒有跟他多講話 只問他一件事情 你叫什麼名字 小郎講不出來 這個潤 到最後他蹦一句話 我叫群 那什麼意思 就是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多到一個程度 那個鬼 帶他回答 我叫他滾 一滾人的滾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耶穌就說 從這個人身上給我出去 這個鬼就衝出去了 衝在哪裡 必要有兩千頭豬 就衝到豬 附在豬身上 地方走在海裡都陰是 這個人整個鬼走 這個人脫起來 就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把衣服穿好 恢復理直 你知道嗎 台灣人過去問你叫什麼人 你說不出來 鬼 拿你回答 說你叫中華民國 拿幾個字 搖來搖去 要進聯合國 那不是你的名字 你根本的名字是這個 所以我現在問你 在座各位 你現在知道自己是誰了嗎 你們知道自己是誰了嗎 今天過這堂課 什麼 講講看 你們是誰 我們是什麼人 還講不出來 我們現在是什麼人 對 大日本帝國 有人說台灣人 我剛才聽說有人說台灣人 不用證明 台灣人不會讓你接受保護 我跟你講 今天你們之所以在這邊的原因 是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有這個身份存在 我們才可以按照戰爭法 來要求美國 來恢復佔領 我們才受到戰爭法的保護 是這樣喔 你如果跟我說你台灣人 沒有比較大 北美印第安 你說他印第安 獨特人種 但是被住在保留區 但是你是大日本帝國城 所以那時候 林志正博士去拿 政管拿不來 美國人說連你也不是 我要說好 我們要恢復佔領 但是被佔領你的百姓 在哪裡 你在去拿中華民國護照的時候 你台灣人在哪裡 沒有了 所以美國才叫台灣人 去做什麼 身份證 證明你是日本人 在台灣的日本人 對不對 我才會按照戰爭法 恢復佔領 我比國這麼長的 因為台灣人走出來了 進行沒有了 沒有了 我是要戰利贏什麼 現在知道嗎 有意思喔 所以你這個身份證 非常重要 身份 identify yourself 你先把自己的 identity先抓出來 之後 所有歷史的故事 都一次迎刃而解 全部解開來 你過去的 模糊 困擾 struggle 挫折 一次解決 就這張圖 來 被抓到賊位的王子 發現自己的身世 現在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對吧 那你們缺的是什麼東西 我看我時間還有十分鐘 好我講很快 有一個字叫做 genocide 種族滅絕 西班牙國家法院 19號根據普遍管轄權原則 對中國前國家主席 江澤民前國務院總理李鵬 五個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 涉嫌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將使得江澤民等人 如果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前 則強硬回家 哪個國家受理此事 將是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這什麼意思 中國 西班牙不是一個大國 敢對他嗆聲 表示什麼 真的有這回事 中國不敢 好等你來抓 很減少 我說中國是很減少的人 為什麼 熊貓是不是保育 為什麼要保育 熊貓快絕種了 我們要用全國的力量去保護 讓熊貓可以勾得多 對吧 你對動物這樣子 你為什麼對西藏人那樣子 他對西藏人做什麼事情 大量的人狗 一隻會浪 浪到西藏人要不去 要改變他的宗教 對不對 所以大量人狗 海西名 帶一隻人 走路 走到印度去 走到印度去 去弄一塊土地 美國幫他租了一塊土地 在印度 他一定要做什麼 留種 留他的種 他如果沒有留他的種 以後這個西藏人 從世界上消失掉了 因為他用大量的人狗 要去浪 你知道為什麼 他留種 老爺症 台灣人同樣 大量的中國人 800人 跟你600人 可以浪 台灣人不知道 所以過去我們的伯母說 不要叫我 不要叫中國人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那些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一個本能上的反應 知道這不對 他知道這張中國人 來後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是這個理由 所以你台灣人 可以搶 還是要嫁 任何國家 全世界的其他國家都可以 就是偏偏沒有在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的其他國家 對這塊台灣的土地 沒有壓心 他們不是要吃你的土地 他真的愛你 才會跟你結婚 但中國因為大量的 跟你混的時候 你台灣人不會去 現在本來所有人 很大的問題 我到底是誰 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 我不知道最後都跟中國 我跟你說 你這認同上面 會出了很大的問題 台灣人的禁 我現在已經跟你講 最後你還是要認定 不管你本來什麼 你回來 你如果認定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最重要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就是讓你那個 主體性要跑出來 要不然你不知道 為什麼奮鬥 真的種族戰爭在開始的時候 你站哪一邊 你搞不清楚 人家小台起來 你要站哪一邊 我也要中國 我也要台灣 錯了 我在戰爭的時候 你要選邊 已經搞清楚 你要選哪一邊 戰爭要開始 即將要開始 你最好搞清楚自己是誰 不要最後搞自殺 自殺的人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會去 別人通常 我整個西西好 會喔 我跟你講 真正民政府起來的時候 一大堆人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的人 會精神分裂 真的啊 你到底是誰 對 我們那時候最缺的是這一塊 這一塊 過去大清帝國的時候 右半邊沒有 明正實際 歷史給你扁 說哇 鄭成功降臺灣 對不對 我問你鄭成功的勢力範圍多大 這樣而已 什麼叫降臺灣 秋西蘭 那個勢力範圍只有這麼大 其他地方都不同的人在管的 歷史可以被扭曲的 來 補充這一塊 大日本帝國臺灣 歷代總督世紀 1895年到1945年 我的阿公就1895年出生 徐老師你幾歲人 你會不會嚇一跳 我的阿公1895年出生 我幾歲人 你們猜不出來 我的阿公 親阿公 1895年出生 我年紀不小的 明治28年1895年 地帶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政領台善後 出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方政策 醫院設置 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油便電禮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渡量衡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你要統治一個地方 你要有錢 銀行一定要進出 第二種族 貴太郎 這照片就這裡 這是華山之際 跟孫女的照片 這是貴太郎的照片 這是乃木西典的照片 這是兒一元太郎的照片 這又加一個什麼 後藤新品 那時候真的關台灣 後藤新品 後藤新北 後過來 一八九 第四代總統 兒一元太郎 警察 事業官 養成機關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事業 地級調查 大小租權 地方治 基隆高雄港 港口 全島點路建設 便宜十間 總督府醫學院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四二十年計畫 一直下去 唐業政策 神社創建 學校整備 教育會設立 太多了 真的要通敵 要這麼多事情要做 來 我跟你講 大清今天說他通敵台灣 我跟你講 他才不把這裡當一個 有的話 請問 你去大清帝國去算 撥多少錢來台灣建設 這就很最清楚 大日本帝國議會 到今天你還可以查得到 你們日記那麼好 你自己上網去查 大日本帝國每年 撥多少預算 查給你看 軍事戰費多少 建設當時多少錢 八千萬 那很多錢 全台灣的建設 日本帝國議會 撥預算來做建設台灣 我待會慢慢給你們看 OK 再來 佐久金佐馬太 以前的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這當然是1906年就走了 地下水道 縱冠縣全通 中愛研究院 化學部 衛生部 瘦山療養院 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 蓋博物館的 只有是他的土地 才會蓋博物館 Museum OK 再來 629年 安東珍美帝 明石 第七代 台電 現在起來了 縱冠鐵道 中部海岸線 田田智郎 就這位 我為什麼特別講他 因為當年 黃太子殿下來台灣 黃太子殿下來台灣 但是那時候 台灣人有一天 比較壞的 人動 應該是中國人 夏培跟天皇說 這很多人不要來 結果 你知道他 這個總督回給天皇的信說什麼 台灣的思想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 讀錯的那個學生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 但是他們是社會主義的 但是還不夠危險的 聽到 一般人民是非常忠實 順良 敢一事同仁聖恩 絕沒有危險 你可以來 這很有意思 怎麼會有意思 我慢慢解釋 過去大清對台灣人的 看法是什麼 男無情女無意 對不對 三年一小凡 五年一大亂 對吧 過去大清對外賣 裡面台灣就是這樣 那是很厚大的官 才會派來台灣 去用懲罰 來這裡就盡量 去廟村 去廟村 財務 睡了回去 如果有一個機會 馬上要回去 連家眷都不帶來 對吧 那是過去大清對台灣是這樣 他們很認識台灣人 當然也很脆 所以才會亂才會鬧 我說一個比較差 女生 你嫁到一個好老公 你幹嘛每天跟他吵架 你是跟自己過不去嗎 他對你好年齡很高興 對不對 而且很發自內心 給他黑漏 別人的東西就笑一笑 對吧 一樣嘛 日本時代有好嗎 北部阿公他們 每個人都黑漏 結果少數沒有 但大部分都黑漏 欸好 讚 日本人做得好 就是真的好 你知道嗎 你沒辦法勉強人家講錯的話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過一隻日本時代 一九二幾年三幾年 的台灣人 誰很這樣 每一個都是圓頭 女生漂亮 又有氣質 穿的衣服比在座各位的 抱歉喔 童心 比你們穿的高檔一些 台灣人真的叫我打到壞去 真的難民叫做 不要穿衣 不要講話 不要穿他 不要吃 不要穿 真的啊 那面穿都變了 變得像難民一樣 過季大人生怎麼這樣 這就是杜聰明 這是黃曹琴跟他們老 你看他穿的衣服 你們女生會看衣服 會看髮型吧 男生會看她的西裝 她的領帶 怎麼打嘛 這就是 真的是一擊棒的啦 這我們穿起來 就是嫁媽生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 這都是留美的 我給你們同學錄看看 來 岩水龍 吳錫元 柯維中 郭馬西 你看 有台灣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都有耶 工科都有耶 留學時間這邊就寫1921年 1922年 1920年 那時候台灣人就是日本人啦 世界一流的強國啦 所以到歐美去學習 以前台灣 1943年 小學一共1099所 學生 932225人 全人民的義務教育普及率 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然後日治時候留學的人 將近20萬 1945年 20萬人啦 台灣人口沒有600多萬人 20萬人留學耶 那是高水準的耶 來 現在開始看照片 我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這邊是 以前大清的時候 統治 我知道你說起聲起廟 掏水澹布嘛 就是這幾個嘛 這是馬接博士 有Princeton 加拿大人來台灣 現在這個皇后旅館 住的一頁 就開始 台灣人扳催去 台灣人那時候 平均說明很低 35歲 十幾歲做老闆 30歲 很可憐 人生一生三生 大家都賺到了 在座各位 你們都超過35歲了嘛 你們都賺到了 圖片是從這幾個地方要來 我說要給他們credit 開始給你們看照片 那個可以開始放照片嗎 好 謝謝 來 皇后旅館 藍水記 這是馬捷博士 過去他就設立 西方國家來就是給你教育 給你煮酒鼠日學教課程 大清我來說都是做這種事情 起床要稍微淡水 這是什麼 知道這是什麼嗎 他是那時候的檳榔西施 他真的在賣檳榔啊 你看 阿嬤在婆娘 賣檳榔 所以台灣的人口 吃檳榔的人口要下降一定有方法 你不要叫美女年輕十幾歲的妹妹 穿短裙穿漂亮的賣檳榔 你叫阿嬤去買就好了 保證沒有人敢吃了啦 我每次買檳榔都會心裡有障礙 阿嬤要給你買檳榔 對不對 保證你都不敢不想再吃了嘛 沒有興趣了嘛 對不對 這產品不可以這樣結合 應該跟這個結合 馬上大家不敢吃 對不對 健康就恢復了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很壞喔 他們把美女跟所有的產品都結合 跟汽車結合你就買車 跟什麼結合你就買什麼 女生就一個臉蛋就可以賺這麼多錢 不可思議 來 過去喔 那個高沙族的 被日軍歸順之後 遊行 那些人手都拿鐵枸 跑進日本軍官 鐵枸上面掛什麼 不是菜兜 你要看清楚啊 這人頭啊 這一顆一顆都是人頭啊 不是掛菜兜啊 那叫做出草啦 出草就是把人的頭剁下來 你看這邊是嘉年娃娃會嘛 日本軍官在那邊管理 我們高沙族的婦女 跟小孩子在那邊也在玩 很高興跳舞 你看她手上拿什麼 那就是人頭 慶典的時候抓人頭來嗨 來 看這高沙族的女生很漂亮喔 好不好看 很有氣質喔 1920年30年高沙族 那時候歸順之後 教你最新型的武器 教你怎麼開槍 你看這也是軍官都站在那裡 頭目在那裡 你看目前頭目會腳 腳兩個中間都有放什麼 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那時候八卦之後 六千多顆人頭被砍掉 日本人差不多幾百顆 那時候是很不好的習俗 所以那時候 連洗澡都要很小心 那時候日本人開始實施教育 對高沙族的年輕小孩子 都是高沙族的那些人 跑衝到學校裡面把他殺 全部殺 這個是一個生還者的 來關機一下 這個日本老師 就帶著小朋友 把他藏在糞坑裡面 把生還者 其他照片很殘忍 我就不給你們看 就看這個 之後接受教育 整個高沙族的水準就在那裡 就慢慢起來了 你先關機 然後這個是第八連隊進出台灣 一準開始就叫他們畫畫 你看他只有蠟筆可以畫彩色 我們現在講1895年 1996年 1997年的事情 一開始有美術教育了 日本的軍隊開始一次了 因為他都統治了 你看 這什麼 終生女中 第三溝路的女生 有漂亮嗎 我跟你講 你們會看人的臉嗎 那是我們阿公阿嬤的照片 阿祖的照片 有漂亮嗎 以前人生成這樣 有氣質 真的 面穿又漂亮 真的是帝國的人 第三溝路 我媽媽第三溝路的 照片阿 你看看 每一個都長得很漂亮 又有氣質阿 老師也是阿 說我這往年齡 年齡又透露出來了 北英女的照片 我小孩子都念大學了 過來要做阿公阿咧 真的阿 沒有開玩笑阿 真的 真的 三個孩子都很大了 這叫做什麼 這是哪裡 公費長阿 誰人去的 台北市民一人叫一口去 不是中國人 支那人不給你蓋這個 也沒有建築的水準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時代 台北市的市民 每個人叫一塊建起來 來給你們看到 這個公會堂裡面 大禮堂有演奏音樂歌劇 你看 你們以現在的標準都很高水準 你看 哇廚房的設備 我怎麼沒有放影片 準備了 然後我看 三線路 有快車道慢車道 你看 這以前我們的棒球隊 什麼台灣人 什麼紅葉隊 用棍子打石頭 難民才會做的事情 日本時代就這樣 這是什麼 南門國小對抗華山小學 來的全台灣各個地方 多少棒球隊在對抗賽 我手邊有好幾百張的棒球照片 每個人都要有球帽 球衣 球 球手套 棍子 球 領隊 隊齊 教練 這樣的話都後來怕他掛弄的冠亞軍賽 那是全民運動 很多人 紅多軍大家都在到處打棒球 水準是很高的 要不然不可能打到甲子園 來 台北市公車 台北火車站前身 你看以前建中的學生 建中的就是這樣 這都一樣 歐洲嗎 不是 台北博物館 橫陽路 你看 以前有博覽會 世界各國可以來參加 大學新修班的學生 在念排劇 海股 排劇 日本排劇 念詩喝咖啡抽菸 一座私人的樣子 很有氣質 公會堂裡面辦國標舞比賽 你看 你們一個人穿什麼 對不對 你要看 你們女生看穿衣服就知道了 我連鄉下地方的幼稚園都給你照照 日本老師在這邊 新竹鄉下的 竹東鄉下的幼稚園 新竹火車站 你看 台中 天皇陛下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要放影片 台中香蕉 你看 台中的神社 你看 很可愛 對啊 你看 日本時代 豐原家政女子學校 加南大軍起工當天 加農 你看 彰化水源地 有自來水 就是要有水 你看 每個整整齊齊 穿衣服都這樣子 我們放影片 你看 網球 台南師範學校 高雄 高雄 我要放影片 喔 這是高雄的卵式棒球隊照片 好啦 我們放影片 電燈關起來 太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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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唯一的亞二代跟熱帶 19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約簽訂後 台灣歸族有國 對大陸的帝國 台灣總督執政40年的開這影片 清新的達人 你看 完全改了 DCRP要改 總督的使征是到現在40年 改曆之前 我們被清朝東人當中 化外荒地 台灣居民是化外之民 改曆之後 變成帝國神明 改曆幾年之內 做好多事情 停定土匪的判斷 產業指導 轉勵 鐵路港灣 交通建設 通訊衛生整備 汽水斷蓋 禮藩 教育普及 稍微小聲音 稍微小聲音 OK 台灣已經命目出新 總督府以前就是這樣子 黃氏伊士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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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七 我跟你講要看基礎建設 看一個國家建設 其實 你要有業績 一定要有 入口殺血 台北九 那時候發生颱風 早上更適合 那一群又摧毀 看這個機會 就重新 復始計畫 改造 三線路 快車道 慢車道 登到 台灣總督府 台北市的中心 就是想來 才八九天 知識 第一書 紅花的泉花 馬一席 蘇嶽 蘇嶽 紫蘇嶽 要這張 Irish 那我們在一園 看那一園 一園 一園 第一名是郵政局 對面就是台灣電力出色黑色 電力公司 總督府官邸 你看他在鼠龍見得很漂亮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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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台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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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